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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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來了 康永哥 怎麼樣 像你平常訪問那些政商名流 你在擺什麼樣子 發生什麼事 你以為只有你能這樣 好 可以 平常你都在訪問那些政商名流 像宅宅你有接觸過嗎 我跟你找 我可是访问过 F室里面的 等一下 你刚才是故意的吗 你刚才F室是故意的吗 当然是故意的 있어서嘴叫 真的不太累过 需要稍微陪他玩一下 比如说我最喜欢上文 等一下 我想我们访问的时候 会不时听到这样的东西 могут我们带My 可不可以考它绕口令 当然可以 那我们等一下 就来一个凤凰的 绕口令 以及钓刀的绕口令 Impul transcend 不要 这样一个就好了 两个辣 反正闲着也闲着 两个 两个 可怜的宰坛 这团体有太多太多不能做的事 今天康熙来了 请到偶像中的偶像 展来 宙屋渔民 看看他在蔡康永 徐cd面前会爆料出多少不能说 但是他却偷偷做的事 cd啊 什么事 是不是帅哥来你会比较高兴 是的 可是年纪比你小 那有什么关系 重点是脸蛋可爱就好啦 而且我跟他岁数之间也没有差很多啊 你跟他差得比较多一点 我比较有那么 我没有像你那么在意这件事吧 我手上拿了一个跟岁月有关的东西 就是周渔民的年历附在他的唱片里面 所以你如果要2004年1月2月3月 每个月都跟他共度的话 这里面有他的每个月跟你共度的形象 我跟你讲 少女超迷这些东西的 拿到的时候就会很开心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叫仔仔签名 然后到eBay去卖对不对 不行 因为这没有 每个月分开来嘛 这没有漏点 冬天叫人家漏点不太好 至少要击凸吧 为什么仔仔没有击凸的照片 因为奶头这个东西 对男人来说应该不是那么重要 对不对 这是你对我们的贵宾的第一个问题吗 没有 因为我很喜欢开有关奶头的玩笑对他 对于周渔民啊 对啊 我想他现在一定在大肆的冒冷汗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仔仔 没有啦 因为他之前上过我的另外一个节目 然后呢 然后在节目中 你是在谈奶头的事吗 为什么奶头跟他有关系 你的脸讲这种话好奇怪喔 一直在谈奶头的事情吗 好严肃 没有就是会假装好像要这样弄一下弄一下 可是只是开玩笑的啦 你害他把手环抱在胸前 你真的很可怕 你是色胚啊 没有只是闹着玩的啦 我就是把他当成那个小弟弟来看 康熙来了今天做的康永跟CD之外 来了大贵宾仔仔周渔民 我们欢迎周渔民 欢迎仔仔 欢迎仔仔 恭喜你出唱片 是 周渔民 仔仔 1981年6月9号生 你饰演流星花园中F4花则类 纯真帅气可爱形象 闪电串红于华人演艺界 戏剧作品有流星花园12 贫穷贵公子 黄爱龙卷风 发行过流星雨合集 Make a wish 记得我爱你等三张唱片 是极具潜力的Superstar 我该站起来吗 不用啊 谁站起来 你要站起来干嘛 没有啊 我看你们都站着 我怎么敢站 还是说来断恰恰 来断恰恰 为什么他看你的眼神 怎么是充满了恐惧啊 他很怕我是不是这样子站 不是 你那一天真的太出乎我意料 我在访问 在聊天 我只是 他比如在这边 我只是头过去 我就觉得 嗯 怎么有一次舒马感 转过来 再捏 转过来已经在捏了 我吓死了 所以你会有舒马感 代表我一捏就捏中 对不对 你第一次有捏中 为什么你隔着衣服 就能够中 为什么你隔着衣服 为什么你隔着衣服 就能够中 我也可以捏中你的 你这么准啊 像是有研究 位置大概就是在那附近 我觉得你一定要捏中的话 今天有一个来宾 可能比较好命中一点 不会是女生吧 我觉得你好尴尬 我们今天起了宅宅的朋友来 我们欢迎她们三位 李恩 还有刘根 还有刘根 欢迎三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她们三个人 谁真的是周玉银的朋友 谁是 那刘根宏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你说那个很好捏中的人 就是刘根宏啊 对 因为他胸目比别人大快 而且如果你要抱怨没有露点的话 那你就难道表示 你有买刘根宏的写真集 我有 而且我还常常阅读 没有 我有任何节目介绍过啊 对啊 我真的回家之后 我还照着她那个书 然后跟着做运动 对啊 然后我们在家都称你刘老师的 谢谢 对啊 她的那个书真的很有效 那里面有很多字可以阅读吗 有啊 她就会教你怎么做运动啊 什么的 看在我说你好话的份上 来跟我捏一下吧 我蛮怕的 好了 不要再刻色情婉事 男生为什么都对 男生都没有你好棒耶 虚细地 你知道他检讨一下 那旁边这个看起来像正常人认识谁 是他朋友 你是幕后工作人员吗 对 他其实是那个 对 就是之前就是我们 流星换一的时候 然后是我们那个 资星组的 就因为流星一认识到现在 所以你们有熟到会 互相约出去玩玩 那时候也没多熟 对 但是有没有比F3跟你来的熟 没有啊 哇 说话很吃力吧 眼神闪烁 没有啊 眼神闪烁 你手可别乱动啊 要不要来玩那个凤凰的游戏 不要一开始就这样整客人了 什么东西 玩什么 就是 大家我们来玩那个绕口令的啦 绕口令 你刚刚Elephant都没有了 刚刚上去 没有 他坐在那也不会跑 我们等一下就会介绍他 Elephant还想说今天 为了要上这个节目 他也是民间友人 他也是民间友人 他真的很紧张 他已经 他刚刚就跟我讲说 他很害怕 不知道该讲宅宅什么东西 这样子 所以说Elephant你跟宅宅熟吗 还好 不是 我真的 等一下我们节目先开一下 其实我接着 其实我接着 我接过来也是因为 他们说宅宅没有朋友 所以我说好吧 那我就来看看好了 製作人跟我还蛮熟的 柳哥宏 你跟周杰伦比较熟还是跟宅宅 跟周杰伦比较熟 那你跟刘德华熟吗 不熟 不熟 可是你跟刘德华有心结 真的 我自从 我自从访问过刘德华之后 我们就再也不敢 开天王巨星的玩笑 他们都有很多粉丝 对 在网路上会骂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 不可以靠周玉民绕口令 不会啦 不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可以啦 我已经访问过好多次 都还不是活好好的 对 其实右腿是夹小 我已经被夹了 好 那仔仔 我们就为了要代表那个 我们俩还算有一点交情 我们马上先来玩个 凤凰的绕口令的游戏 凤凰 凤凰 好不好 红凤凰 我先示范给你 好 你要来 我先示范给你看 红凤凰 黄凤凰 你要丢了 你要整 你看 潮汐天王巨星 就是这种报应 你知不知道 我不该这段卡掉好不好 不可以卡掉 就要留下一波三百次 真的 我们做节目认真一点 不要那些角色的东西丢 红凤凰 红凰凰 红凰凰 红凰粉红灰 好 红凤凰 红凰 红凰 粉红凰 粉红凰 你才是有病嘛你 原来大家都潜在了这个 口齿不清的基因 不然你直接来啦 红黄粉红灰啊 红凰 红凰 粉红凰 灰凰 凰 真的还比CD好耶 他今天一扫他的这种恶名耶 我的天啊 你怎么会啊 你... 你这样接下来再讲 他说谢谢可能说弟弟 艾勒芬会跟他好 是因为你帮他化妆的关系吗 對啊 就是一起出国工作 對 演唱会 所以说F4裡面 你跟仔仔是感情最好的 应该不是啦 你跟谁比较好 都差不多吧 艾勒芬 谁是F4裡面最帅的一个 他... 他刚有给我钱 他刚有给我钱 那谁的皮肤比较不好 那谁的皮肤比较不好 你要来一分 你去死吧 一定要讲实话 好啦 说我啦... 好... 笑天 你还是说了 你问出来而已 高兴了吧 很高兴 那黎恩呢 黎恩呢 黎恩感觉好像 就是... 你跟仔仔建立在哪一种关系上啊 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啊 就是... 他还算蛮好相处的啊 就是譬如说 跟工作人员就会一看到我就 黎恩... 你要不要吃痰 我说... 就是... 我说一开始谁要吃你的痰 他又没有很熟 我说什么痰 谁要吃痰 不是啊 我就拿糖果 就是... 就这种啦 他扮亲切竟然要这样子被嘲笑 我觉得很不公平的 对啊 他就是四大... F4里面最亲切的一个对不对 对 可是有因为仔仔 之前那个咬字上面的趣味 所以大家就是会广为讨论啊 有一天我终于找到我的自己了 是我在拍一个广告的时候 广告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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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是... 我是那种懒得 就是把那个... 好啦... 好啦... 懒得把... 就是懒得把嘴巴张开的 所以很多那种痰的音我都... 发不出来 我都会发成痰 所以可能什么... 放开它 我就会变... 放开它 对 那有一次我就... 遇到一个朋友 就是他也是... 他也是... 他也是发型师 然后我就说 诶 你吃饭了没 哦 我还没吃饭 她的嘴巴太开 还没吃饭啊 她的嘴巴太开 她做人又太潇洒了 你做人太韩序 她太潇洒了 那你没问题 那你要不要吃台 请问你在宜兰也是... 最帅的男生吗 就是帅哥王 我怎么会去 我不清楚耶 对啊 还在宜兰的家中说 宜兰我最帅 自己写说隔壁小城不怎么样 你只是代表宜兰出来火动吗 我不敢说代表他们 但也可以 大概做了一年... 一年多的艺人的那种生活 有一天回去家里 你就是妈妈讲话 我怎么... 原来是你 所以... 所以妈妈讲话也是... 康熙来了 没有当明星之前 有人介意过你的发音吗 讲话 没有 因为... 因为我就生活在宜兰 宜兰那种小地方 大家都是这样 就你知道 没有 我以为 大家都是... 大家都口才很好 直到来到台北 或者被人家叮 后来我就一直... 一直想说 到底是谁害了我 大概... 大概做了一年... 一年多的艺人那种生活 有一天回去家里 就是妈妈... 讲话 我就... 嗯? 原来是你 所以... 所以妈妈讲话也是... 我妈... 我妈... 她很会... 很会... 就是隐藏起来 可是她有时候会破 会破了以后 我才发现说 原来...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说 是我自己不学好 发音没有学好 原来是因为听你讲话 讲太久 所以妈妈就说 也没到这么严重 但是其实有时候 就会有一点小小的 请问你在宜兰也是... 最帅的男生吗 就是帅哥王 我怎么会去... 我不清楚耶 还在宜兰的家中说 嗯... 宜兰我最帅 自己写说 隔壁小城不怎么样 你在宜兰逛的时候 有看到很多帅哥吗 宜兰出什么 出美女 女孩子的皮肤... 宜兰的水质很好 对 女孩子的皮肤都超好的 然后男生帅的也很多 真的... 所以你只是代表宜兰出来 活动而已 我不敢说代表他们 但也可以 那艾勒芬你跟仔仔也熟嘛 你知不知道她喜欢哪一型的女生 她应该知道 我 她说你应该知道 你就讲吧 就是那种 我讲不出来 她很焦不出来 头发都染了还真的害羞 为什么这样 为了这个节目染的吧 是吗 弄狗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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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吓人喔 她选女生辣辣的啦 没有吧 没有 Fashion啊 为什么你会得到这个印象 是有一次她跟你讲的吗 没有 她就比如说的时候握手会 我干嘛说 应该那么漂亮 我这样 原来宅宅你们也会谈论歌迷太舞漂亮喔 其实我们四个很爱谈论 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 我们出国 然后也是好像去新加坡 过来马来西亚那种握手会 四个人拍拍战 然后我是最后一个 然后有一个很漂亮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皮肤超白 就感觉不像他们那边的人 因为其实 其实新马来代的人 他们皮肤会有点略黑 对 过来跟我们握手 然后还那种羞滴滴的看什么 然后我们就跟我们就 握到我这边的时候 大家还是这样 你知道 大家还是 然后我马上跟下面讲 真的不错 然后她就 然后她说 我们还想说 她说有没有要不要给她 一些什么性暗示 如果再第二来就拆过她 真的开玩笑了 开玩笑 但是那个很好笑 不可以真的这样做吗 歌迷应该会很兴奋啊 真的是纯... 纯粹讲一讲啦 因为那如果女歌迷还回家说 我今天去F4握手会 被他们四个抠耶 抠什么啊 掌心一起 抠手掌啊 也没人会信啊 你最想问仔仔终于敏的一件事 一百人大调查 大家都这么说 我们看见仔仔又拿几个特色呢 第一 我不要手扮 手扮 后面还有只手 后面躲一个人啊 气质高雅我可以认同 可是真的有一成不染吗 一成不染 我一开始认识 她很干净吗 你说她家吗 还是说 两个人 先说她家好了 应该不可能 她家... 她家... 她家是什么样子 就是那种充满了一些吃剩的泡面 真的吗 然后桌上...桌上饮料 然后回来会买两瓶饮料白了 然后过两天那两瓶还在 又多了两三瓶 到最后那桌子就没空间 那个会有很多昆虫吗 大蟑螂那类的 所以就那种挂了饼栽 她不会像她只咬前面的这一个饼 这一种纹巴 其实我很感谢那个黎恩 那我们常常... 我常常去做签名会 或是什么样的活动 都会有... 都会有零食啊 歌名会送很多东西 然后我都堆到家里堆一堆 谁最会亲 就... 他跟我另外一个朋友 不下去太脏啊 就堆一堆东西啊 帮他吃一吃好了 等一会你们当他的朋友 除了朋友之外 也要伸件他们的那个大扫功能 我们另外一个朋友 会帮他就是定时把衣服拿去洗 等一下 宅宅的内裤脏吗 没有很常研究 但是他在家都穿内裤 是四脚的那种吗 而且很讨厌他穿内裤 还硬要穿袜子喔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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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硬要穿袜子 有时候回到家里第一步 我就是把双衣跟裤子脱掉 那时候就只剩内裤跟袜子 然后又常常会忘了 我还在穿袜子 所以有时候他们会受不了说 你可不可以... 穿内裤是很帅 但可不可以不要连袜子一起穿 我没有穿过的 喜欢穿内裤到处 所谓到处是到哪里为止 应该就是家里 在家里嘛 不能出门吧 怎么可能 好...下一期我们看看我们... 死蛋 你说什么啊 怎么可以死蛋 千万不能死蛋啊 这句话就是什么 我想... 我还是让他死蛋算 死蛋 你在说什么啊 你怎么可以死蛋 千万不能死蛋 我想... 我还是让他死蛋算 死蛋 你在说什么啊 来 这一个字可不可以念... 这一行念一遍 国语发音不轮转 不轮转 不轮转 可是呢 台语讲更烂不会吧 不是宜兰邦的吗 没有...一般人都以为我国语不好 是因为我都讲台语 其实我家人不跟我讲台语了 那你们家是怎么沟通的啊 不 因为你... 你妈讲话也... 你讲话也... 你讲话也... 你觉得你的台语烂还是他烂 你 我吗 不然我们再用台语来讨论 好... 今天的台语教学是 香港来的乡真香 超 好差喔 香港来的乡真香 没有很正确啊 我应该阴你 你来来 香港来的乡真香 是这样吗 你们香港跟香港 这两个讲话不一样吗 是香港 好 不然再考一题 我讲的也很烂名 全部没有人会讲而已 你也不会讲 那搞不好我是这里面最强的啊 你也不会讲 比他好一点 那香港应该怎么讲 但我也不太确定 香港来的乡真香 他的最对啦 是这样子 对... 下一题 反应迟钝 这是你 这是赞赏吗 有人这样赞赏别人的吗 这应该伤害吧 是反应迟钝说你 你会生气吗 不会啊 很开心 也不用这样吧 没有没有 如果他们说我反应迟钝的话 那如果有一天我讲话很顺的时候 他们就会 不要说 你现在说我反应很快 结果有一天 来上节目或什么东西 呆掉了 你怎么会更想 像今天 像今天他讲红凤凰就打败你啊 打败你两次 对 我跟你讲 宅宅他这样铺路铺的很成功 因为他之前实在表现得太迟钝了 所以他现在只要稍微活泼一点 他之前很迟钝吗 就F4刚出来的时候啊 他迟钝吗 我觉得他在F4里面算是应该 就是 他算是里面 表达应该 让大家比较容易发笑的人 所以F4里面 所以你负责在热场里面 热场 软场 可以 什么 软场 热场 马上 上不转 怒不转 他就软场了 其实通常我跟 他很快啊 他竟然越来越快了 通常都是我跟Vanesse 对 那其实留的那一天 你还没一下 不是你姐姐后来有在节目上有讲 讲什么 就是因为我 其实我想 我觉得记者会是一个很正式的地方 我想要穿西装 就给我一个高领毛衣 我就问工作人员 这个东西啊 跟我今天来的时候 穿的衣服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说没有不一样 那你们不用帮我找衣服啦 我自己穿我的衣服就好 直接穿自己的高领毛衣来就好 就一模一样啊 所以说你那天记者会不开心 是为了没有西装穿 对 我跟他仔仔 他这个人一直都很和善 但是有几件事情就是不能惹他 像刚刚那个服装的事情 他要穿什么就要给他穿什么 对 还有一个就是不能让他饿到 我觉得如果工作怎么累都可以 但是你该让我们吃饭的时候 就应该要有时间给我们吃饭 不要说 因为我听大爱说你们在拍戏的时候 就是千万你不能饿啊 你就人都会还蛮好 可是只要一饿你就是脸就臭了 对 饿了就 就你知道从那里面就饿 火就会上来 火就会上来就是 你臭脸的时候工作人员 可以立刻知道你不高兴吗 会会会 很明显 那他们会怎么样 马上就过来安慰你吗 他们说臭什么臭啊 再臭 打你哦 我好可怕的工作 那如果颜承旭臭脸 他们敢这样吗 颜承旭臭脸 一样啊 照打啊 你以为颜承旭臭脸是被打出来 你再臭啊 你才打到脸更臭 所以大家在幻想 以为他们有很好的对待 所以在记者会的时候 他们出场的时候要稍微卖你 你快出去 不见好还想要手帅慢慢走 但是一出来说就这样 就帅了 在里面其实都很舒服 没有被... 没有被捧到手心上 那应该出校先被打最惨吧 没有啦 开玩笑的... 这样就是... 就是肚子饿的时候 他们会知道 臭脸就是肚子饿 马上买东西 OK 好 没有看见的 啊 看起来不像耶 标车 那是标吗 是标啊 诶 写错了 应该是犬字拳嘛 还是标耶 超爱颜车 竟然有被... 赛赛你... 赛赛你怎么看得出来 我有眼睛啊 好奇怪 好 赛赛爱车这件事情 其实我知道 对 我爱车 但... 你就标哪一种车 标高卡啊 高卡 他起来买第一台车的时候 那时候... 刚好 我换车了 我说真的啊 我买一台那个... 编导里 我说真的啊 那一台很兴奋 所以当然买的是二手的啦 但是就是... 他是很高兴 后来听说没多久要换 是不是黎晏听说 他常常喜欢标快车 是吗 你有做过他标的快车吗 他应该不是这么做啦 对啦 我为人这个... 还好啦 都在交通... 那个... 范围之内啦 原则上啦 不超过两倍啦 那这是一个忌讳嘛 为什么大家讲起来这次而已 没有 因为可能那些政府官员 会觉得你爱不要车 那是不是常常会违规啊之类的 我倒也不怕说人家政府会说什么 而是因为可能有些歌迷会觉得 我... 我喜欢你这样子做 那我也可以这样做 所以我... 我觉得没有 不要讲比较好 那仔仔你是属于那种爱车爱到 别人稍微把你车刮了一条 你就会大发雷霆的人吗 会 你会 我会... 不...不珍惜车的人 比如说你出... 坐我的车 好 我载你到一个地方 你关门的时候 你是啪 这样子关 这样关 我下次就不想载你了 这么严格 对... 那如果别人... 那二手的门把会掉 也是这个... 他会做一些 就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些游戏 像什么 他有时候去他家 他是一个人在玩遥控赛车 然后那个遥控车 玩很久喔 我们都已经睡觉起来还在玩 他就是在玩 他自己用拖鞋什么 排成一个车库 然后就练习用遥控车 停到那个车库里 所以可以玩一整个晚上 睡醒了还在那边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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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 用拖鞋拼车库 全部人当我是骗子 可是我后来以后都不要讲了 还开始大骂你 他说如果你是宅座 我就严陈旭 我说你严陈旭 来啊 你讲啊 拖鞋 仔仔你会为了车儿跟女友吵架吗 车跟女朋友的话 还是女朋友应该会比较重要一点 还是比较可以跟女友 对对对对 我以为你今天还就要问女朋友是谁 不是啊 问了他也会不承认啊 你问吧 你问吧 这个题目 他叫我问说那个 徐若萱跟徐伟伦的事 他上面写的 徐若萱好的 徐若萱也很好 好啦 不然徐伟伦 徐伟伦 徐伟伦跟徐若萱 你们有没有听过仔仔 比较喜欢哪一个 艾伦 没有 我最近没有碰他 我看你发带也发够久了 是啊 这也是我也是刚听说的 刚听说 真的 那都喜欢吧 都喜欢这当然蛮好的 你们干嘛 没有啊 因为其实我们 我们拍狂爱这部戏 狂爱同学风 对 里面真的很奇特的是 包括导演 跟所有工作人员 跟所有的演员 大家都非常的 就是好像一家人一样 所以可能 外面就会觉得 我们是不是特别好 或太好了 怎么样 其实仔仔 坐进这个摄影棚 目前为止 第一个给我们的官方回答 对 他之前还蛮坦率的啊 对啊 整个人都好自然 哪有啊 现在要开始 没有啊 跑出好像一家人 这句 是 哇 所以你问 你真的问了一个很伤害的问题 我还可以问一个 他会更客套的 好 你再问一个 我看看他可以客套到什么地步 F4有没有不合 F4没有不合 好客套 没有没有 真的 我发誓没有不合 真的 也许以前我们有小摩杀 可是都 都 OK 都没人 男生 所以你会花很多钱买车咯 在将来也会继续买 对不对 对车我不会去吝啬 目前有什么车型是你最想买 还买不下手的吗 真正纯跑车 就是超扁的那种扁 我最讨厌那种车 莲花牌啊 也许莲花 也许法拉利那种 可是这种东西 我现在不会想要去买 为什么还不买 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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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上面有女生喜欢她 而且还有的自己想要当她老婆 什么 我说你有跟他们见过面 我都没有 然后我就一直不了解 他就说 厉害吧 人家不知道我真的身份是什么的时候 我可以随时随地我想讲什么 我就会跟人家谈心 谈一谈每个人都觉得 我好像是她很好 认识很久的好朋友 所以很会聊天就是 对对对 你从来没有试着在线上 偷偷告诉他们说 你们喜不喜欢F4啊什么这些 我曾经 有问过吗 我超爱做这种评比 就先觉得对方差不多熟了说 你喜不喜欢那个啊 你觉得那个 台湾的偶像男孩团体啊 你喜欢谁 然后说5566 然后我说 那还有呢 Energy 还有呢 那个B.A.D 就是不假的 那个两年前啊 有一个团体还蛮红的 F4你熟不熟 他说 对她没什么兴趣 我说是哦 可是仔仔她做得不错哦 改变她的想法 她就觉得习惯 这太理想了吧 那真的有人被你说动之后 说好啦好啦 我还蛮喜欢仔仔的 我真的还是有遇到说 真的是喜欢我的 对对对 好开心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让他们知道说 正在通话这个人就是周宇明 他们应该不会知道 我其实有一次 有一次忍不住我开玩笑 我说 我说你也喜欢他哦 我说其实我蛮开心的耶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会不会相信 你现在正在跟仔仔讲话 哦 全部人当我是骗子 因为我后来以后都不要讲了 都觉得好像是在欺验他们 才开始大骂 他说你是仔仔 我就严陈旭 我说你严陈旭 来啊 你讲啊 然后一直跟他 差点吵起来 对啊 通常都会这样啊 所以仔仔你是一个 比较依赖在线上游戏 而不喜欢讲电话的人吗 现实中文中 也不知道跟谁讲电话 其实他很鼓癖 他会做一些 就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些游戏 像什么啊 有时候去他家 他就一个人在玩遥控赛车 然后那个遥控车 玩很久哦 我们都已经睡觉起来还在玩 他就是在玩 他自己用拖鞋什么 排成一个车库 然后就练习用遥控车 停到那个车库里 所以我一整个晚上 我睡醒了还在那边 啾啾啾啾啾啾 用拖鞋拼车库 好可怜啊 我眼泪都快掉下来 我也是 我不想哭哦 可能有一个呆子 怎么会这么 天啊 玩偶像会这么心酸啊 那个用拖鞋拼车库 是怎么回事 没有啊 就是那个鞋子啊 车嘛 那遥控车 然后我就会想说 那我唯一个m字形 假装是车库 然后我来练习路边停车 跟倒车路 好不好 别看他说我 好难玩喔 好难玩的游戏啊 救命啊 他自己在那边 他在做什么 我要学成龙 霹雳火 甩尾路库 然后我们还在那边玩很久 他在说我 所以你也有玩还敢讲很久 没有 他好胜心很强 他就一定要玩得比人家厉害 玩一玩就好嘛 那你比较厉害就给你玩 而且他还会特地打电话 约人家去他家 作为一个新游戏很好玩 就一去以后是一个 猴子吃香蕉的游戏 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玩具啊 那个玩具就是四只猴子 然后吃中间的香蕉 然后他就约了四个朋友 四个人就在那边玩 猴子吃香蕉 然后一玩他就很厉害 他猴子吃很多香蕉 他就很赞 然后大家就觉得 就偷练什么 就约我们来 就为了缺调 不会还有朋友 从宜蘭专程杀上台北 玩猴子吃香蕉 好不好 还在告诉公路上 然后一来就猴子吃香蕉 怎么搞的 我真的有因为无聊而骗我朋友 来台北玩 从宜蘭 对啊 想说他刚好没事情做 就说你要不要过来 那这几天我带你出去玩一玩 OK 一来就待三天在家里 我明天订中午的火车回去 我说你带多玩一点 不要 我女朋友叫我回去 很气喔 因为这是太难玩了 之后就不是 之后根本不来 因为到底是他先玩那个拖鞋飙车 再来玩猴子吃香蕉 就想说这家伙是怎么样啊 是不是演艺圈的压力太大 所以这样当明星有什么乐子 就是人家外国的明星旅馆门口 都排了几百个女生等着要进去 他们也有啊 只是不能干嘛 真的有这么好吗 外国可以这样子吗 去摇滚乐手啊 真的啊 对啊 可是他们不可以 要转心啊 宅宅不行啊 怪不宅宅最近想练吉他 想练吉他 你把之后一起战掉吧 我直接转成掉会不会太过分 不会啊 你就这样子 工作满脑没有时间睡觉 对啊 他因此责怪财治平不是吗 对 然后没有 专程南下鼓励癌症病童 所以意思就是说 他即使没有时间睡觉 他都会空出时间来 去鼓励他的粉丝啊 对 那个照片其实我是有看过 那个癌症的病童对不对 对啊 上次有 上我们节目的时候 对对对对 那个 那个那一次就是 我记得我好像在工作 然后有人打电话去公司 一直说 有个小妹妹她很喜欢我 然后 然后问我说 可不可以看看她 或是怎么样 我之前 还会有记那种 测录的那种DV啊 给她看啊 后来我就说 她就说她真的很需要我的鼓励 然后有一次我就找李恩 然后还直接就 就直接去租那种T4 你知道 叫她去租T4 你就直接杀到台中的什么医院 不晓得 忘了 不过那次 就直接杀到台中的医院 因为我是觉得很奇怪 她干嘛找我去的 找你们公司 带你去就好 她说不要找我们公司 因为她怕公司会 做成宣传 对 会找媒体 或是她不想利用这个来发稿 或是干嘛的 她就纯粹是想去看一下 也许这样算是功德 或是怎么样 她真的病情好了 真的啊 对对对 那天在你们节目的时候 她不是有那个卡片 对啊 她是真的病情有赚好 我相信你去看她 对她很有帮助啊 对 可能吧 可是她刚刚讲说 她的那个遥控车 是歌迷送的礼物 所以歌迷送的礼物 你都会看吗 还是都不会看 其实不一定 其实说真的 就是有时候 如果说工作一个接一个的话 我不可能今天回去 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拆 然后去分分分分 不过我们公司 其实会做 会自己做第一波的过滤 过滤是什么 比如说玩偶 我不需要 或是有娃娃 不需要 我们可以捐给幼稚 我们也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 我们都统一集中起来 就捐给那个 捐给一些孤魂啊 那些还不错 对对对 那什么样的工作人 就会抱给你支呢 什么样的礼物 什么样的礼物 他们就会让你知道 比如说像遥控车 比如说他们说 诶 有屁股的东西 有Tiffany的想念 屁股的 写真集呢 写真集 什么东西 不可能有人送她 女生的 曾经有人送我 那个天心姐的写真集 对对对 你现在刘哥和我面前讲 这会不会有点尴尬 蛤 你 不会啊 不会都事情都过去了 蛤 不知所无罪哦 你们少在那边 什么东西 怎么样 什么 然后天心的写真集 天心的写真集 然后咧 终于管 然后咧 你有把它收下来吗 没有没有我就马上送了 他发写真集的时候 还没有 我们都还没发片 对不对 好像啊 对啊 你要讲一话题吧 没有 我们还蛮欢乐的 后来这个家伙啊 跟他看到的老婆啊 然后真的真的 真的时候 都是一号表情 他每次都是这样 不然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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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哥 籠子的狗 你的男朋友跟人家 你很爱眼泪心细是不是 你说的是我们跟我朋友玩的 这也是一种嗜好吗 因为我们常常去KTV唱歌 那 那 有时候可能 觉得不想唱的时候 我就会玩游戏 那玩什么游戏 就是玩说 我们现在比如说 我们现在六个人 那从我这边开始 那给一个情绪 我自己设定一个情绪 那比如说是什么 一个人 一个人在 那个站在海 海岸前那边 然后面对着海 想象自己是个白哥 什么东西 白哥 不会 是那个 是很崇尚自由 然后就要很 崇尚自由的白哥 那边应该是海鸥吧 为什么会是白哥 不知道 这个题目不是我想的 没有朋友想的 对不起 他给我的 然后我们就要演 就要一点内心戏 然后不然就说 现在你的朋友 你的女朋友离你远去 那原因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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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讲得很可怜 然后看看大家可不可以哭 那你有真的哭出来过吗 有时候 有时候 我想先看白哥的啦 我要去看白哥 没有 不一定一定要这个 我们可以玩啊 六个人一起玩嘛 不然 那谁 那谁 一打开门回家 看到你的老婆在那儿 有有有 好个点 曾经出过 那是谁出的 那是谁出的 你出的 一回到家 看到你老婆在跟你在 就一回家 他很开心 他开个门 就吓到 看到他这样 然后回头他 回头什么 骂脏话 我跟你讲 就他们吓到 但是还在做 有没有 就看到孩子 他们还会偷偷动两下 这样 气死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就看到 马上关门还OK 看到他还太这样 那男生 比如说那个 那个 我知道被偷的那个 看你还动个两下 在那儿 还说些什么 虽然被吓到 但是觉得还是要动 对啊 为什么这些细节都被照顾到 对 今天高潮出来了 所以通常 演技大家都还好吗 都还不 没有没有 后来这个家伙 这家伙每次出的题目 就什么 被困在狗 被困在笼子里面的狗啊 崇散至游 跟白哥 跟那个什么 跟其他什么 看到什么 他是动物派的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看到老婆啊 在跟人家那个 然后真的这样的时候 都是一号表情 他每次都是这样 不是 我说你可不可以再做一下 你被困在狗笼里面的表情 他就 那那个 跟白哥呢 面对着海虫上自由呢 他就 他就 你看到你老婆 你看到你老婆跟人家那个 你会这样 妈妈肺的 妈妈肺的 他自己一直自认为 是那种演技派高手 别人演的他都觉得 没什么 他就觉得自己都是超级演技派的 所以其实就是应付一下算 反正就是为了陪衬他而已 对啊 其实这个游戏不好玩 你知道吗 所以你当时在做表情的时候 你并不想玩这个游戏吗 没有 你觉得猴子吃香蕉比较难玩 还是这个比较难玩 其实差不多五秒 我是希望他一个人玩遥控车 而且你知道 我们游戏是 我玩游戏啊 就是无止境的 可以玩两个小时 我都可以一直继续玩 就自己摆表情还摆得很高兴 我就可以自己演很多 那 你可不可以演给我看 在海边崇尚自由的白哥 从上自由的白哥 不要认真的 从上自由的白哥啊 嗯 你在中间来 好 看哪边 海北 我是一只崇尚自由的白哥 总是站在海岸边 想着自由在哪里 找不到自由 算了 飞回我的潮好了 一飞回到潮当中 却看到我的老婆 再跟别的白哥 那我要模仿她了 白哥 原来白哥之间 狗狗 还有什么 回来回来回来 她刚白哥演得不错吧 还蛮神奇 如果你不要打断情绪的话 没有 如果我不配合 她其实都要飞起来 哪有飞起来 我若不配合 念一下OS 整个场面会讲掉的啊 对 对 终于挂了 龙子里 崇尚自由的狗呢 龙子里崇尚自由的狗 龙子里崇尚自由的狗 我觉得 那你要帮我搭OS啊 好 请站中间 徐妈妈好 我怕 真的啊 我吓一跳 不需要在这个时候 跟后面的人打架 我想说这样会不会 污辱到那个 对对对 OK 大家好 我是小白 这胖太苦了 三年前 主人买了我回来 那时候 我还记得主人跟我们一家人 都嘻嘻哈哈活泼乱跳的 参参去和平公园 她带着我去溜 怎么知道三年后 她买了一只熊 就忘了狗的存在 你真是的 你看这个表情 我懂你 来 OK 白鸽 还有龙子的狗 你的蓝配偶跟人家 你的蓝配偶跟人家 原来真的眼镜太是厉害了 我可以放他回去 不过 不过说到那个演戏 跟红真的是一把招 什么什么跟红 跟红有更丢脸的吗 没有 他的即性 他的即性无止境 真的我记得有一场戏 即性即性即性 最好玩的一齣戏 最好玩 真的最好玩 所以跟导演跟他我们三个 比如在玩这个人面戏 因为我们要演 有点像同性恋的感觉 但是又不是这么真 所以在很多东西的过程当中 大家真的笑场笑 其实我们后来播 我觉得NG片段 比真的还好笑 好笑 我刚看NG片段 真的自己都笑得很疯狂 可是到底有多好笑啊 你们到底在演我 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回应 两个人说好好笑 好好笑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 我以后 我以后不会再花心了 我不会再这样子了 我的心 非你莫属 爱你非我莫属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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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歌仔 然后我的电话 输他的电话是撞歌仔 那他输我的电话叫什么 是瘦子流 瘦子流 所以他每次在现场 他就故意装很壮的样子过来 那是什么 你要加他自己做的很好玩 刘哥宏应该还蛮好模仿的吧 就是手没办法放下来 对 我们的叫 今天要快乐 可以休息三个小时是不是好 我练一下牙脸 我觉得 要多喝豆浆喔 应该刘哥宏的戏嘛就是这样的 我对哥宏有一场戏超深刻的 就是我们要在校园里面 然后他自己在那边 就对着那个一个同像 讲话 然后突然间呢 导演他们就 干嘛站起来 好站起来 导演呢 就拿了个什么 就拿了个滚轮给他 就说那你滚个一两下好了 他就滚 第一下 第二下 导演没喊卡 他也认了一下 想说导演没喊卡 我继续滚 滚了十几下 脸都红了 硬坚 这就是杀红了眼 在滚轮方面 因为他没喊卡 我就继续做 做... 后来那还播出来 还做到滚轮出火 滚轮还出火 对 所以我的乐趣 我觉得真的蛮好的 要是能播那个NG片段 应该更逗趣了 他刚刚演那个白鸽或者是狗啊 什么这些 你觉得真的很投入吗 我觉得还蛮有共鸣感的啊 所以这是训练演技的方法吗 其实不是 那我们刚刚有看到他演那个 打开门看到老婆 在跟别的男人做的表情吗 他演过这个了吗 有啊 就是这样啊 他只有这样吗 没有很悲痛啊 大概就只是你知道 要不要出一个题目给他演一下 不用了啦 真的吗 差不多就这样可以 因为再演下去 就会尷尬啦 你真的不用再问别的对不对 没有啊 因为其实还蛮长的 OK 对 你还不放人家走 对 我正在等你做Ending啊 不是通常Ending 都是由你来做吗 我一直一边访问 然后讲 想说蔡考演的还不做Ending啊 我怎么知道你在干嘛 我以为你玩都很高兴 你还一个人演刘哥哥 演半年 那刘哥鸿那演完 你就赶快做Ending 刘哥鸿那演完怎么做Ending 烂死了 全 他这集的Ending给你做好了 我觉得你的气质 比较适合Ending他 好 那今天访问完仔仔之后呢 我觉得我们得到最大的启示 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快的Ending 什么只得到最大的启示 没有 就是仔仔 仔仔是一个很无聊的人 不要这样打 他从来就是真的打电话 他就是在打电话 可是不得不讲 我觉得现在演艺圈 像他这么真性情的帅哥不多啦 而且真的是我访问过大明星里面 最腼腆的一个耶 就没有那种娇贵的气息啊 没有觉得自己很重要 你常常照镜子吗 常啊 觉得自己很帅吗 偶尔 你帅还是有跟红帅 跟红 他帅他帅 客气喔 因为他有在动胸肌 就是错事要殴打下去的感觉 错事 所以你今天访问完有更喜欢仔仔吗 其实我一直都还蛮喜欢仔仔的 而且几乎每一次的访谈 都觉得他更加的可爱 你有一天会对他动心吗 先让我捏一下 还捏不够啊 还捏不够 还捏不够 好了 我们要帮人家走 好了 谢谢仔仔 谢谢仔仔 谢谢你们三位 谢谢大家的朋友 你们三位